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韩国分社记者刘旭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韩国仁川国际机场 首尔时间上午9点30分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孩交接仪式将在此举行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交接仪式现场摆放有9个装有志愿军烈士一孩的木制棺果 在一会儿举行的交接仪式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将从韩方礼兵手中接过这些棺果 并护送至中国空军运二林专机内启程回国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执行此次接营任务的中国空军运二林专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国执行接营第九批在韩中国志愿军烈士一孩回国任务的运二林专机 将由歼二林为运二林护航,以双二林列阵长空告位革命先烈 这也是中国空军首次以双二林同框的画面来接营志愿军烈士一孩归国 昨天上午,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孩装链仪式在韩国仁川举行 记者在装链仪式上了解到,在今天即将举行的交接仪式上 韩方将向中方送还88位烈士的遗骸 这些遗骸是韩方从2019年到2021年在朝韩非军事区 经济到连川郡等6个地区发掘出来的 在装链仪式上,除遗骸外,记者还看到现场摆有水壶、军鞋、钢笔、印章、镜子等遗物 这些遗物也都被清理编号登记并贴上标签分类存放 并将于今天随志愿军遗骸运送回国 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奔赴前线,直面生死 如今,长眠异乡七十余载的烈士忠古 终于要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 山河已无恙,英雄可归已 我们期待在中韩两国政府的密切协作下 未来能有更多志愿军烈士忠古回归祖国,告慰英烈 福田